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表單的查看跟分析 那各位剛剛已經做好表單了 那這時候就是要把你的連結出去給人家去填表單 那當你的表單填好之後你要怎麼樣去看 各位直接把你的瀏覽器打開 然後進到Google 記得一定要登錄 登錄之後到雲端印碟 到雲端印碟 那雲端印碟就會有你剛剛編輯好的表單 那我們就用我們剛剛 因為剛剛我們編輯的表單是沒有資料的 那所以我們直接去開 你做好的表單呢 這邊跟這邊 它會產生兩個檔案 一個是你的表單一個是它回復過來的那個試算表的內容 那你可以直接開試算表的內容 那如果你需要這個檔案的話呢 我們就會直接用檔案 然後下載 下載 下載之後通常都會都是用sell 那或者是你用open document 那這樣的方式都可以 那像你下載回來 Google下載回來 它就可以是一個試算表 你可以直接打開 然後就可以直接去做你要的編輯 做你要的編輯 那這個是下載回來 在自己電腦上面使用的話 是這種方式 那其實我們Google的試算表 其實就可以直接 一樣可以做編輯 一樣可以做編輯 那不過我們要講的是 它的那個表單的部分 就是它會自動產生一個回復內容的摘要 回復內容的摘要 所以我可以直接這邊點進來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回復的摘要 這就是它幫你做好的分析統計 這個部分其實就可以不用做 幫你接生很多的精神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如果說你的表單 你覺得你要再修改的話 那你就按一下編輯表單 它就可以回到 回到你的表單的頁面去做修改 做修改 然後 那或者是 在這邊呢 你要直接去看人家 就是之前的回復 就直接回應摘要 就可以直接看到那個人家回復之後 幫你做好的分析 所以這裡面都可以直接這樣轉換 那這個試算 這個用法就跟那個試算表一樣 這我就不再多做介紹 這我就不再多做介紹 這我就不再多做介紹